我听传令大夜深 一所言与人平生 双十一狂欢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想和各位分享以下几个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现场 首先要说的是周深 在前期出场的所有歌手里面 我比较中意的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经》 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 在节目播出之前 我有看歌曲单 本以为这首歌曲或许只是平平无奇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现场依然震撼到我了 大多数时候 歌手的现场版是没有办法和录音室版本媲美的 即便能够还原一些 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原因有很多 现场的状态 收音 耳帆等因素都会有影响 然而周深这一次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周深最擅长在主歌部分去使用的技巧是气声 这种声音常见于大量OST中 但是现场却很难让气声有存在感 这一次《化身孤岛的经》 展现了周深的高超唱功 其中最明显的应该是这一句 如同伊甸般的仙境 各位可以刻意去听一听 叹气声是相当明显的 还有一点就是 演唱过程中维持了相当高的声音集中度 比如这一句 所以也味觉大洋正中 情绪上的变化 不是通过改变音量大小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改变声音集中度来改变 这是顶级唱将具备的唱功 周深已经能够非常熟练的 在歌曲中运用这类技巧了 当然 这一场依然是一场完美的演出 另外还有一个表演是我喜欢的 华晨宇的新世界 歌曲开头部分 我们可以听到 不仅仅是华晨宇的声音存在 多种声音穿插其中 混响较大 只不过从梦一样的自由开始 华晨宇的声音便清晰了很多 我很喜欢华晨宇 在高音区的咬字方式 相当有力度 而且这首歌曲的中间段落的《呼迈》 由华晨宇自己独立完成 同样是相当震撼的点 基本上能够呼迈的歌手 低音部分都有着独特的演唱技巧 所以斗牛歌曲前半部分的 气泡音咬字演唱 华晨宇才能如此轻松 这首歌曲难度也很高 各位不要看华晨宇唱的轻松 整体基本都在南嗓换声区徘徊 这是现阶段 华晨宇比较喜欢去演唱的一个音语 最后的高音 是本首歌曲最震撼的点 New World 以高音作为收尾 而且最终扎实地唱上去了 小组三组的C和D 已经属于南嗓超高音区的范围了 华晨宇这一场的状态 是相当不错的 章节 连唱两首歌曲 一首最美的太阳 高音依旧轻量贯穿全场 第二首染色体 也表现得很稳定 两首歌曲都很出彩 足见章节 作为终身代的代表之一 歌唱实力不凡 张绍涵 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一如既往的稳定 张绍涵对歌曲的现场演绎 很有感染力 清澈的声音在现场回荡 李荣浩 晚会现场 李荣浩一身不休蝙蝠的打扮 尽显沧桑 别具一格的李氏唱法 将一首《山川》唱得入目三分 整个晚会 除了上面几位的表现 最为出彩之外 还有一些明星表演的 也非常不错 为整个晚会增色不少 比如杨千玺演唱《爱情咬》之后 很快得到原唱 林一伦的回应和称赞 王菲菲演唱《潇洒小姐》 Starker窥探者 完美舞姿演绎出无限妇媚 刘宪华 吴建豪表演的《街舞宇宙》 热闹非凡 此外 一些合唱的完成度 却值得商榷 不但不亮眼 还不如单独演唱 比如郑云龙 单依纯合唱的《美女与野兽》 只能说一般 二人合唱并没有产生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二人合唱中 郑云龙音色 辨识度更高一些 《潇洋醇》的特色 并没有凸显出来 还有腾格尔 黄明浩演唱《红高粱》 《生活英女儿火热》等歌曲 搭配上总觉得 让人出戏 不管怎样 一年一度的 天猫双十一 全球狂欢夜 依然保持着 较高的舞台水准 给大家呈现了一场 超级大餐 一个吃的东西 所以也是喜欢在网上刨一些 找零食对吗 当然 我几乎家里放的零食 或者是出差 在身上的零食 都是在网上刨的 要痛苦一点 就是你一定想把它做到 你自己最满意的样子 但大家也都知道 这所有东西 怎么可能会做到完美 所以就是趁自己还有时间 就会不停不停地反复 所以心情会比较复杂一点